快為金鐘五十按讚 天天送五千 還有機會玩彩晶搖搖的 抽六萬大獎 整輛轎車四輪朝天 右側車體明顯被撞凹 車內物品幾乎東倒西歪 往旁邊也看力量計程車 同樣車頭嚴重回損 看得出來當時撞擊力道強大 這樣滾過來 要去翻過去了 你在車子有沒有辦法 說有沒有辦法 看起來不錯 9號凌晨一點多 台北市原山大龍街九泉街口 將計程車闖紅燈撞翻 轎車無辜轎車駕駛一度受困車內 警銷到達後將人救出送醫 所幸沒有生命危險 計程車司機沒有受傷 當時還在現場面對車禍 經過誤髮抑鬱 我們是綠燈 我們綠燈自行 所以你們是要走大龍街 沒有 我們要這樣出去 然後往南面 另外那台機能車 是從那個 它是想往 想往的 它沒有 都沒有 就從那個 對 脫掉車出動 要把兩車移開 警方事後查看轎車行車記錄器 清楚看見轎車行駛路線是綠燈 這輪車司機也坦誠自己闖紅燈 初步判斷是闖燈釀貨 直擴張的是警方還發現 紅星問獎還使用他人駕駛營業登記證 警方依法再開出3600元罰單 要問獎為一時貪官的下場付出代價 記者後會想沾說台北報導 警方依法